前段日子,NBA著名记者沃沈爆料,老鹰队已经完成了对于安东尼的买断,安东尼最快周四以240美元底薪加盟火箭队。 不过安东尼的合同其实有一个大硬化,安东尼仅仅和火箭队签下了一份年年的老将底薪,如果下一个赛季安东尼发挥出色,火箭队留下他的可能性并不大,此前火箭用530万米米中产合同,不过最终安东尼经过协商,以底薪加盟火箭队,这也提醒安东尼追求大合同的野心。 明年如果安东尼打得不错的话,他可以离开火箭队寻求千万年薪,而火箭队则会因为薪资空间问题送走他,如果今天填光用米米中产签约了火箭,明年修成就会有他的早博的条款,可以用120%的新合同留人。 他只拿底薪也不要填更多的米米中产,看来对自己的未来仍然有期望和野心。